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文书 表示强烈抗议 起初是伊尔布斯克的商人们最先注意到这个不同寻常的迹象 1865年时华商们的本金只有大约一万六千两百元 短短一年之后就已增加到十倍以上 华商破裂崩厚 额比大量游入中国 引发了这起外交世界 这个消息一定让清政府非常吃惊 因为在当时中国商人出国互额贸易 仍然被民命禁止 一向被传统视为等级低下的商人群体 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和勇气 早在他们的政府官员抵达这个陌生国度之前 就已率先迈出了自己的脚步 一场关于茶叶的商业战争 在伊尔库茨克初见端宁 他将沿着茶叶之路 向俄罗斯的腹地继续蔓延 并迎来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正终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茶叶之路 在俄罗斯境内穿越贝加人湖之后 沿着安加拉河继续北上 迎来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伊尔库斯克 它是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的首府 17世纪这里被哥萨克人开辟为军事要塞 随后成为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进行考察探险的重要基地 19世纪西伯利亚地区发现金矿之后 这里又成为炙手可热的陶金之城 德国十月革命以前 它也是著名的流放地 十二月党人和斯大林都曾在这里度过漫长的流放生涯 但无论是流放而来的大人物或是隐藏丰富的金矿 都没有像另一种事物一样彻底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和性格 那就是茶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是一个与茶拥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地方 前苏联时期苏联最大的茶叶加工厂就位于这里 产量占到全国销售总量的一半左右 一个多世纪前第一位深入中国内地开设茶园的俄罗斯商人 也是来自这座城市 而在更早的1762年 俄罗斯宫廷刚刚解除对皮草茶叶贸易的官方垄断 这里就已经迎来商人的黄金时代 西伯利亚地区在历史上不存在俄罗斯贵族 因此以茶商为代表的商人们 便成为城市的中间力量 他们以他们的财富 建设和追求 塑造了这座城市 伊尔库斯克拥有1300多处历史建筑文化遗产 是西伯利亚地区拥有古建筑数量最多的城市 这些精美的建筑 几乎都是来自两个多世纪中 商人们的苦心营造 1868年 令沙皇政府震怒不已的伊尔库斯克中国茶商 经过清政府调查 他们只是一些散商 对俄罗斯境内的茶叶利润也只是浅尝折止 最终从茶叶之路中赢得巨大财富的 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的茶商们 这是一位茶商的故居 然而建筑上的名门区显示 故居的主人马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不仅是伊尔库斯克的著名商人 还拥有慈善家 收藏家 植物学家等等投写 在1850年到1852年期间 他曾担任伊尔库斯克的市长职位 而他一手建立的斯加图书馆 曾经是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图书馆 经过多方寻找茶叶之路设置组 在莫斯科见到了瓦西里的后人 维尔哈朗采夫米哈尔米哈尔奇 一位在版画领域颇有造诣的艺术家 今年76岁的老人 很懦意为来自异国的采访者 讲述尘封已久的家族往事 这些故事记录了晋商与俄商之间 另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米哈尔的曾曾祖父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很早就开始涉足商议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被派往恰克图参与茶叶神 买卖城的中国商人非常喜欢这个俄罗斯小伙子 还特别为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瓦西格 凭借着勤勉与智慧 瓦西里从茶叶贸易中逐渐积累起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瓦西里一生对中国满怀热忱之爱 1825年尼古拉伊士上台之后 沙皇政府对华商的政策日渐苛刻 瓦西里为了中国商人的利益 仗义之言 不惜与当局争执 因此和当时的省长交恶 以致无法在伊尔库斯克商场立足 不得不举家迁往莫斯科 米哈尔还记得曾曾祖父一录下来的一件纪念品 一个来自中国的木制茶香 上面贴满带有图案的茶叶包装 在米哈尔的童年印象中 父亲和叔叔的房间中有很多这样的包装 来自中国 富有东方艺术气息的玩具和手工工艺品 给幼年的米哈尔留下了深刻记忆 这些元素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他今天的作品中 但却对他最终选择作为艺术家的人生道路 提供了某种机缘 在瓦西里之后 伊尔库斯克的俄国茶商们 开始沿着茶叶之路 越过买卖城 进入中国腹地 直至茶叶产区 甚至开始拥有自己的茶园 而晋商与俄商 这一对密切联系的合作者 也即将陷入一场残酷的商业战争 这座进到于19世纪末的建筑物中 是伊尔库斯克第二古老的中学 建筑物的名牌上标记着 该中学由慈善家和商人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波诺马料夫资助建造 波诺马料夫是伊尔库斯克最为著名的茶商 这个几乎不曾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 却在西伯利亚地区 创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系统 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 1844年 波诺马料夫出生于一个伊尔库斯克商人家庭 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第四年 俄罗斯茶商正在迎来最富利润的时代 年轻的波诺马料夫没有继承父亲的蜡烛及肥皂生意 而是选择了茶叶 1867年 23岁的波诺马料夫和朋友一起来到中国汉口 在这里成立了自己的茶叶公司 这是汉口开布后的第七年 依仗中俄天津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的实施 俄商在汉口市场的活动由私下转为公开 并在短短时间内全盘垄断汉口的专茶生产 当时的汉口是世界茶叶港的代名词 多国茶商在此活动 但俄罗斯人却是唯一掌握茶叶生产与销售 整个链条的外国商人 这当然要感谢他们 与之打了一个多世纪交道的老朋友 尽商 然而从此刻开始 尽商 这个曾经必不可少的合作者 却开始变得可有可无 茶叶之路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 波诺马料夫恰好成为参与者之一 波诺马料夫显然也分享到了不平等条约与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 很快他就在汉口开设了专茶工厂 以他的名字作为商标的专茶 在西伯利亚地区广受欢迎 波诺马料夫在中国生活多年 自有厌恶学校教育的他 开始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他不但熟练掌握了汉语和英语 几乎每年都到欧洲各国游历 而且还在中国学会了种植茶叶 评判茶叶等级 数年经营之后 波诺马料夫在华南地区 拥有了自己的种植园 可以在自己的工厂中对茶叶进行加工包装 通过自己的商队运到伊尔库茨克 然后在自己的商店进行销售 波诺马料夫的茶叶店一年的销售额 可以占到伊尔库茨克 全部茶叶销售总量的五分之一 甚至连当时的俄罗斯皇后也向她订购茶叶 或许是由于频繁往返中俄两国之间积劳成疾 1883年波诺马料夫病逝时 年仅39岁 去世前不久 他在遗嘱中写道 除去留给直系清除的必要生活费用 希望全部财产都用于造福人类 科学和艺术 于是 这些来自茶叶的财富 大约一百万卢布 被用来在伊尔库茨克地区建造了九所设施优良的学校 并设立奖学金 此外 波诺马料夫的基金还圈著建设了伊尔库茨克理工学院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波诺马料夫基金设立的学校大部分被毁 不过一部分至今仍被使用 这一点或许可以令逝者烧感慰藉 即使是一个多世纪后的孩子 还会经常提到这位茶商的名字 因为这是他们母校的名称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茶路商战 日趋残酷 不平等条约 制造空前暴力 俄罗斯茶商 转身成为19世纪茶叶帝国的主人 茶叶之路 茶叶之路在俄罗斯境内经过伊尔库斯克之后继续向西 跨越俄罗斯境内的欧亚分解线 记录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在比尔姆 茶叶之路又由陆路改为水域 一八零三年至一九一几年的一百零年中 比尔姆的历人市长都是茶叶商人 而这些商人大部分都出生于昆古尔 昆古尔靠近比尔姆 在沙皇时期 昆古尔被称为茶叶之都 这里当然并不出产茶叶 活跃在此地的茶商们 才是这个称号的由来 在俄罗斯的很多城市 都可以见到列宁塑像 但是矗立在昆古尔市中心的 却是茶商阿里克谢谢曼诺维奇古宾 古宾是十九世纪中夏业 俄罗斯最大的茶商 和那个时期 它的大部分同行一样 古宾的家族 起先并未涉足茶叶生意 而是从事当地传统的制格业 这恰恰是原本用来 从晋商交换茶叶的商品之一 1840年 在这个对中国人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古宾离开了他的兄弟们 依旧在从事的制格业 转而经营茶叶 因为这时的俄罗斯商人们 开始相信 一个属于茶叶的时代 已经到来 十九世纪中期 一箱约六十四公斤普通厂 在恰克图的进口价格约九十六度 而当时一头牛的价值是二十五度 沙皇俄国是与清政府 定立不平等条约最多的国家之一 1851年至1903年间签订的 五十九件条约中 直接令俄商受益的占一半以上 这导致了一种奇特现象 俄商在中国境内 需要为茶叶缴纳的税收 远远低于中国商人 甚至在部分地区 享有免税特权 空前的暴力 制造了古宾的茶叶帝国 为了在穷人中普及教育 古宾在昆古尔 是巨资修建了三所 配置优良的学校 昆古尔运输学院 昆古尔女子技术学校 昆古尔孤尔院 这些公益性的教育机构 使得女子 穷人的孩子 以及孤尔 也得到学习技术的机会 这些机构至今已久运转良好 令昆古尔人受贿其重 遗憾的是 在茶叶之路的另一端 晋商 却仍未觉悟到技术的力量 1873年 鹅商开始的汉口使用蒸汽制茶机 鹅商们对机器制茶相当热衷 一些鹅商甚至亲自参与制茶机械的设计 当时使用的蒸汽制茶机从英国定制 价格昂贵 动辄数百万卢布 令制茶效率大为提高 但是 晋商却对新技术无动于衷 依旧保持着手工制茶的传统流程 他们认为 机制茶的味道不如手工茶 但是 几年后 这场残酷的茶叶战争 最终将会把这些曾经的赢家 逼入 绝境 从比尔姆开始 茶叶之路在俄罗斯境内改为水路 经过卡马河与福尔加河 抵达19世纪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市场 今天以汽车城闻名的夏诺夫格罗德 当年的茶叶交易 就是在马卡尼耶福修道院院墙外的广场上进行 在盛大的集市上 茶叶具有特殊意义 当时 它为作为其他商品的基准物 也就是说 只有首先确认茶叶的当日价格之后 才能据此为其他商品一一定价 从夏诺夫格罗德向西四百公里 就是俄罗斯的首都 莫斯科 在莫斯科繁华的米亚斯里斯卡亚街上 一座精致考究的中式风格老建筑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它的拥有者是俄罗斯茶商中著名的比尔洛夫家族 他建成于1896年 这一年作为清政府特使的李鸿章 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坚决邀请之下 以73岁高龄出访欧美各国 第一站就是俄罗斯 比尔洛夫茶庄的主人深居用心 他希望不惜巨资打造这座东方风格的建筑 可以吸引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客在此下榻 从而有助于与清政府达成利润丰厚的茶叶交易 不过李鸿章并没有在这里下榻 这座建筑最终成为一件珍贵的历史纪念品 他曾经入选欧洲最美的十座建筑之一 因为他风格独特 别无雷蓬 充满了莫斯科建筑师对东方建筑的奇妙想象 一个多世纪以来 尽管经历多次正式风雨 这里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出售茶叶 在一楼的茶庄中 直至今日 依旧在出售来自中国的各种茶叶 李鸿章出使俄国 令俄罗斯茶商满怀期待 但对于中国茶商而言 却并非是一个好兆头 当时刚刚登记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之所以指明要求李鸿章出使莫斯科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希望通过李鸿章签署密约 让刚刚开始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中国东北 直抵远东港口海深迈 一条全新的茶叶之路已然在比尔洛夫家族的憧憬之中 他将不再需要驼队 不再需要驾客图 当然也不再需要尽赏 李鸿章的签字决定了茶叶之路的最终命运 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 1897年从俄国赤塔进中国满洲里 哈尔滨 隋风河到达海深迈的东青铁路开始动工 更多的道路 更多的选择 在等待壮志愁疚的俄罗斯商人 但对晋商而言 他们所拥有的唯一道路 却正在变得日渐欢乐 这是一场不平衡的战争 一个以地域血清为纽带的传统商业体系 却要面对一个以强悍国家作为后盾的 现代商业体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历万里奔波 两度四季轮回 茶叶之路终于抵达它的终点 圣彼得堡 其中一部分茶叶还将从这里继续前往更加遥远的欧洲产食 而茶叶之路的故事也并没有结束 就在李鸿章抵达俄罗斯的同一年 在圣彼得堡以南两千三百公里的索契 俄罗斯茶商正在为从中国带回的第二批茶种兴奋不已 这批总重量约为五十九公斤的种子 尽管实际发芽率只有百分之五 但已足够在索契建立起第一个茶叶种植园 就是从这批种子开始 这里拥有了世界最北端的茶园 俄罗斯唯一的产茶区就在索契 虽然这里已经是位于北纬四十二点五度的高纬度地区 但是特殊的地理条件 让这里成为地球最北端的亚热带气候区 大高加索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 而温暖的黑海则慷慨地为茶园保留了足够的热量与湿度 每年四月底 当夜间最低气温达到十七度 索契的采茶季节就开始了 这里的采茶时间从每年四月底持续到十月 全年收获七次 现在索契的茶园面积超过五百公顷 产量在一千吨以上 距离索契市中心二十公里 对中国人而言风景似曾相识的山谷间 坐落着当地最大的茶叶工厂 这里接近茶叶之路的终点 但是这片面积一百八十公顷的大型茶园 却让人恍若回到茶叶之路的起点 五一茶园 工人们正在检查茶树嫩液 确认是否已经符合采摘标准 为了保证品质 这里等级最高的芽茶 同样也是采用手工采摘 采茶工人都是拥有几十年经验的熟练工人 他们的父辈就已经以采茶为业 这片茶园就像一把钥匙 它将最终解开活跃了两百余年的茶叶之路 迅速消亡的谜团 1780年 著名的植物猎人 英国人罗伯特福琼 费尽心机地将茶树 从中国武夷山引种到英属殖民地的印度 1841年 同样是英属殖民地的斯里兰卡 也宣告引种茶树成功 这些新开发的茶叶种植区 地处热带 几乎可以整年采茶 而且全部使用大机器工业化生产 同时还享受宗主国的各种税收优待 使得茶叶价格在二十世纪初急剧降低 对中国茶叶构成了致命冲击 在传统茶叶之路的路径被改变的同时 它的源头也被悄然改变了 这条绵绵绵了两个多世纪的漫长山旅 似乎已经完成它的历史史迷 在俄语中 茶叶之路被称为伟大茶叶之路 它不仅为俄罗斯人带来了浓艳的茶香 俄罗斯还从中收获了一整座有生命的茶园 而种茶技术也从这里传向更远的地方 与索契隔黑海相望的土耳其 也逐渐开始中国茶的种植 如今土耳其在茶叶消费量和产量上都位于世界前十之列 今天的俄罗斯已经超过英国 成为最大的茶叶进口国 但它的茶叶来源中位居第一位的是印度 而并非曾经是世界唯一产茶国家的中国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几百年前 茶称为茶叶之路沿途 人们共同的记忆和情感载体 请收看探索发现多出的茶叶之路 第七集 茶和天下 1903年 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一部分的东青铁路 全线运营 从圣彼得堡厨房可以横贯西伯利亚穿越八个石区 直达海深埋 彻底告别茶叶之路的时刻 到来了 中国的茶叶由水路抵达天津 在海运至海深埋 然后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到俄罗斯各处贸易地 进商 作为茶叶之路的开拓者与受益者 最终也成为他的驯赃者 在茶叶之路上遭受的失败 令这个声名赫赫的商业团体几乎一决不振 鹅山 似乎在这场茶叶战争中取得完胜 但是 胜利者的微笑稍纵几时 1917年10月革命爆发 鹅山与中国的贸易全面停止 进商与鹅山 这一对曾经的合作者 与竞争者 曾经的朋友与动手 并肩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一同归于沉寂 茶叶之路 消失了 茶却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